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第二阶段,观景点悬木人 元神起会的中序8.30第二阶段一更 活动全阶段全玩法策略回生之子悬木人流泉之中元神5.0 那这个视频是第二阶段的观景点悬木人的攻略 这个可以说是第二阶段最容易完成的目标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观景点指的就是流影点 也就是我们在大世界探索中经常遇到的紫色箭头 这个目标就是去把这个观景点给解锁了 如果你们解锁了这旁边的传送锚点的话 就传送到那里从那里过来 如果没有的话就传送到悬木人左下方的七天神像从那里过来 这里可以附身到逆夜龙身上 用逆夜龙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军正准 出分 从军正准 出分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株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与点栏目 轻松下纸的栏目 好了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下個視頻見 掰掰